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 我是Bebe 今天做个快净净的姜葱煎比目鱼 没有骨 很香很鲜甜 不会煎到散开 加一样东西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立刻开始 这里有两块急净的比目鱼 让它自然解冻 或者连包装袋 用水浸一会就可以了 其他的材料 还有姜2-3片 葱2棵切断 比目鱼解冻之后 冲一冲水 有鱼鱼用手刮一下 然后用厨房纸印干水分 加少许盐 和胡椒粉 煎比目鱼 没那么容易散开 可以塗少许粟粉 或者生粉 两面都上薄薄的粉就可以了 开火放少许油 放姜片和葱白 我们用中大火煎香它们 煎至微黄色 就撥在一边 放比目鱼 盖盖煎一分钟 然后开盖 如果有多汗水 就开盖煎干水分 先反转 煎鱼不要常常反来反去 不然会容易散开 另一面盖盖煎20秒左右 这两块鱼不厚 所以很快熟 放几滴蒸鱼豉油 或者几滴生抽 放其余的葱段 转大火 每面煎多十几秒就做好了 希望你们都会喜欢这个姜葱煎比目鱼 煎不厝 没有订阅的朋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每星期都会出一些简单的家常菜 如果可以的话请帮忙分享我们的频道出去 多谢你们的支持和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